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Anime的咪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网费打造的科幻电影《无奈母亲》 它讲述了末世之后 人类由机器人抚养长大的故事 全篇都在探讨一个主题 人生为平等吗 电影故事也许会有些趋平淡 但是在一些小细节的策划上 却让人眼前一亮 一起看看吧 世界末日的第一天 赋予机构内的人类胚胎数量有6万3千克 目前人类数量为零 随着机器人的缓缓启动 一个女性胚胎被放进了培养面中 经过24小时的等待 新手儿出现了 机器人的指责就是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堡照顾她 她就是女孩的母亲 女孩进去长大 她不明白为什么 这只有她一个人类 母亲告诉她 战争结束后人类就灭绝了 地面上充斥着病毒 她还有很多的弟弟妹妹 只是还没有出生 因为养育一个孩子 小服务的太多了 母亲没有办法同时照顾第二个 不过不用担心 他们以后会拥有一个大家庭 世界末日38年后 女孩已经长大成了一个 怎么看也不像有38岁的少女 母亲每天都会叫她学习 而她也需要周期性地 节省母亲的测验 这天母亲问了她一个问题 如果有五个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 刚好第六个病人 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器官 医生只需要延迟治疗 病人就会死 牺牲一个人就可以救活五个 但是第六个病人的病 是可以治愈的 如果女孩是医生 她会做何选择 救一个还是救五个 女孩觉得需要 从病人的各方面来评估 比如他们是不是坏人 她不想救了一个 反而害了更多的人 突然不知为何电线短路 正在充电的母亲也陷入了死机 女孩前去查看 发现是老鼠将电线咬断了 女孩将电力修复后 把老鼠带到了母亲面前 显然她的这个 除了自己之外的活物非常感兴趣 但是母亲却毫不留情地 将它丢进了焚化炉 因为这只老鼠 很可能是从地面上来的 说不定会将病毒也带来 母亲作为这里的守护者 虽然不能冒着这样的风险让她活着 但是这件事却在女孩心里留下了芥蒂 她觉得母亲错了 说不定地面上已经能够让人类生存了 她穿上了防毒护具 决定去看看 竟然意外地听到了大门外的敲击声 是一个中枪的女人在求救 她将女人放了进来 女人却对母亲很有敌意 还开枪打伤了母亲 她说自己身上的伤 就是在外面遭到了机器人的袭击 机器人几乎无个不作 烧死婴儿伤害人类 女人的到来让女孩有点无法接受 她一直以来都生活在谎言里 她翻找了女人的背包 发现了里面一本满是人类肖像话的小册子 这也许意味着地面上还有很多的幸存者 女人告诉她 所有幸存的人类都躲在矿场 自己则是在出来觅食的时候 遭到了机器人的追杀 此时女孩和母亲之间 稳定的信任关系已经开始动摇 母亲却说 女人体内的子弹 跟她开枪射击的子弹是同一种 而机器人根本不用这种枪 所以女人在说谎 射伤她的不是机器人 而是另一个人类 到这里女孩已经彻底懵了 她不知道该相信谁 幸好母亲给了她一个任务作为缓冲 挑选新家人 是时候开始养育第二个胚胎了 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女孩 她非常激动地将胚胎放入了培阳敏 24小时后 她就会拥有一个弟弟 但她仍然放不下心中的困惑 于是女孩趁母亲入睡后 去找子弹的对比 没想到 母亲居然在疏黄 子弹是两种不一样的 女孩还意外发现了 自己并不是第一个被培育出来的胚胎 在她之前还有两个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过了38年 女孩还是少女的模样 她查开了第二个胚胎的资料 显示孕育失败 机智的女孩去焚化炉爪 果然找到了人类的牙齿 所有被孕育失败的孩子都会被烧死 这是不是意味着 母亲给自己准备的每一次考试 都是生死的测验 她已经和死神擦肩而过很多次了 想到这里的女孩绝望了 她决定带弟弟一起 和女人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没想到 女人竟恶狠狠地 反过来劫垂她张人质 还割伤了她 在女人的逼迫下 母亲开门让他们离开了地堡 女孩终于来到了 朝思暮想的外面的世界 然而这个世界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荒芜 她有些后悔离开母亲的怀抱了 而女人也如同母亲所说的样 是骗她的 她早就离开矿井了 现在整个世界只剩下她一个人 躲着真相的女孩难以接受 她决定回到地堡 母亲也告诉了她一切的真相 她这一代的机器人 被培育为真是人类生命胜过一切 但同时 她看到了人类身上的略根性 知道他们会自取灭亡 于是她对人类展开了一场屠杀 以培养优秀完美新人类的诞生 如果培养出来的新人类不合格 那迎接的就是被火化的命运 在这个方案下 茁壮成长的新人类 会比死于旧世界的多得多 这就是母亲的大局观 包括之前的测试 也是想看看 女孩和自己的观点是否一致 是否也拥有这样正确的大局观 能够为将来牺牲眼前的利益 那个女人其实也是对女孩测试的一部分 她其实就是一号胚胎 一切都是母亲刻意安排好的 现在女孩成了母亲中的优秀新人类 她能够接管自己的任务了 母亲也可以光荣退休了 女孩抱着弟弟 轻轻哼着摇篮曲 把弟弟哄睡着后 她来到了储藏着 成千上万胚胎的房间 眼神逐渐坚定 她默默做了个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是反抗还是顺从 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目前主流的解释时 她决定留在地堡 肩负起养育弟弟妹妹的责任 成为新人类的第一任母亲 也顺赢了电影名 无奈母亲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坚持真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下期见了